各位大小朋友好 我们今天继续跟黄宗爷爷学玩小提琴的第十八课 那这一课呢我们还是音阶 那音阶的什么东西呢 一个重要东西叫做保留和准备 什么叫做保留和准备呢 我们这个音阶上行一定要保留手指 我现在做两种给你们看 一种是 第二种是 第一种呢 按完一个 按第二个音的时候第一个就放掉了 按第三个第二个又放掉了 这种叫做没有保留 那第二个呢是按一个 第二个手指按下去的时候 第一个都不起来保留住 这个叫做有保留 那为什么有保留好 不保留不好呢 因为你有保留的话 其他的手指第一是有个依靠 第二你回来的时候 他已经按在那里 他就不需要再重新按一次 所以他省掉了一半的动作 所以一定要训练这个手指保留的习惯 那什么叫做预备呢 就是下一个音一定要提前按好这个预备 那我们在这个进二推一爬音或者下行的时候 这个预备呢就很明显 比如说我们这个进二推这个爬音 我这个按二指声道的时候 一指吸也按下去了 为什么呢 因为拉多吸 下一个就是吸 我提前预备按下去呢 等一下这个吸呢 就只要抬起二指就是吸 你如果没有按下去呢 你等一下还要重新多一个动作 那这个就叫有预备跟没有预备这个天差地别 所以一定要在开始的时候就养成一个上行提前准备 所以如果下面的音是下行的音呢 一定要预备好 等于是提前按好 那我现在请你们看清楚这组音 也顺便提示 二指声多一指同时按 吸 三指锐的时候二指声多同时按 四指锐的时候三指锐同时按 这个叫做预备跟保留 虽然它有一点难 可是这个东西太重要了 所以各位务必要养成这个上行保留 下行提前准备的习惯 我现在把这条音阶拉一次上行保留 给你们看 保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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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留住 一个一个要放 注意这里了 预备提前 一起按好 再拉一个错的给你们看 这个错的呢 就会多了很多动作 那个对的就减少了很多动作 那当然多动作的是不好 少动作是好 好 我们这一堂课就上到这里 再拉一个 好 这 MOR 条件 也是